OK,这是我们的那个40x50的气动抽拉式单红尾弹画机 这是可以抽拉的 我们先让我们来调一下这个温度和时间 这是一个控制仪器 左边的话,这是温度和时间二合一一体的那个智能套 智能那个控制器 先按一下SET键的话 进入那个,上一排变成5H的时候呢 就是进入那个温度的一个设定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向上箭头来那个增加那个温度 也可以按那个向上箭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设210度就可以烫升滑烫了 我们再按一下SET键第二次 第二,第一排变成5H到F 那这个时候是进入时间设定状态 这个SET键说明是秒数,second啊,简称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按那个向上箭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这个向上箭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我们设三十秒时间来升滑烫化 好,然后再按一次这个SET键 那个就是完成那个设定 这个左边呢 这个是手动转换状态 当这个,当这个button转向左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手动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按这个绿色按钮来进行烫化 当打到中间的时候是空档 设备是不会烫化的 打到右边的时候是自动状态 当我们的下工作板到达那个这个位置之后呢 它会自动往下压烫的 这个是一个集挺开关 当我们把它按下之后呢 这个设备就是停止烫化 当我们想重新开始烫化的时候嘛 把它正转一下 它就会反弹回来 就是可以进行烫化了 这是一个那个计数器 这个它烫一次就会显示一次喝度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归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按一下 它就归零了 好,它已经归零了 这是一个电源开关 那我们看看这个这个破滤器 我们调一下压力 我们把它首先往上转一下 往上转了之后呢 正转的话是增加压力啊 可以把压力加得很大 那我如果反转的话就是减少压力 就是反转的话就是压力调小一点 好,我们先我们把那个压力调小一点 就是反转 调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按下来 你看没有,压力就挺小 把它按下来 看完那个压力就调完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过滤器是过水的地方 隔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按一下 把这个水控一下 这是这个气管里的水流过来的 是过滤器过到这里的 好,我们现在继续烫化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个板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布呢 平铺在这个板子上面 一定要是平铺的 很有珍重 那我们这个是生花纸 好,我们把这个图案呢 就是面上这个布呢 放在上面 然后呢 把这个板扭进去 然后呢 现在目前是个手动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按这个绿色按钮来 进行烫化 好,这个温度时间呢 进入倒计式状态 当倒零的时候呢 这个发热板呢 就会自动抬起来 然后这个烫化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产品拿走了 好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发热板呢 推出来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切开 我们看要烫到上面 很漂亮 每一个地方都烫得很漂亮 颜色全部过到那个图案上面 我们做的上司 就 БудFF discern了 这边下托